太森打拳的风格众所周知,典型的重炮手,就算是在以动拳著称重量级,太森的拳头也是出雷拔萃,不要说是普通人。 颠崩时期的太森,就算是世界级别的拳王,都不想吃到他的拳头,在太森颠崩时期,几位与他有过交锋,的拳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这辈子都不想再挨到太森的拳头,足以说明太森的恐怖,下面一组动图来感受下太森的拳头威力,最后以为的脸直接对打成了罐汤包有没有,再来看看太森的全素光从肉眼上, 就能看出太森一秒钟,就能出手5-6次,而就成为计算,太森的重拳并没有820千克那么夸张,太森的常规拳力在230公斤左右,阿里在205公斤左右,而这样的重拳以及快的速度打向人的身体,试问有几个人受得了。 泰森生涯战第25场职业战的对手向弗雷泽说,他从未受过那么重的一拳,即使他老爹老弗雷泽的一拳也没有这么重。 在挨了泰森一拳后,他认为他还是令某职业未好。 1986年11月22日,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泰森对战伯比克,第二回合技术性击倒对手,获得WBC重量级冠军头衔。 最后伯比克说,泰森的拳头,像是楼房拆迁对车上的他铁车一样,我被他打了一拳就站不稳了,那感觉就像是被卡车迎面撞了一下。